就是他制定这个政府最高的药品的零售价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 他一个原则是根据这个生产成本加上流通成本 就说你这个运输啊销售的成本多少 生产成本加流通成本再加上一定利润 我给你一定的利润 比方说百分之多少 他是以这方式定的 可是这种定的方式呢 他忽略了市场的口碑和疗效的问题 比方说同样的一个药 说我这个药也治胃疼 这药也治胃疼 政府给他们定的最高零售价呢 就是根据他的成本 说他成本多少 他成本多少 然后再加一定利润 完事了 可是呢 这俩药呢 这个特别好使 这个就不怎么好使 可是你到医院呢 卖的价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忽略了疗效和市场口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于成本这方面呢 政府这个信息啊 有限 不对称 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药的成本有多高 基本上都是按照什么呢 进口药和科研研发的药 定的成本 再有的药厂 第一个也不搞进口 第二个也不研发 甚至直接就山寨 就模仿人家药 仿制药的成本 他没有研发成本 所以这方面 它的成本其实很低 可是你制定 它最高零售价的时候呢 是按照那个进口的方式 和按照带着科研研发经费的方式来的 所以一下子这药价呢 本来它成本没那么高 你这最高零售价给定的挺高 所以这第二个弊端 第三个弊端呢 由于你实行这个最高限价 然后呢 医院搞这个招标体制 招标是什么 谁便宜 我要谁的 那由于在这个最高限价的压力之下呢 医院 他得要便宜的 要便宜的进来 他才能够挣钱 有很多厂家发现 定这个价肉定的很低的话 它没有利润了 你像现在我们知道 土地成本 人工成本 原材料成本都在上涨 我这么便宜的要 我根本就没利润 那我不能干亏本买本啊 眼看亏不行 那我拉倒就不生产了 为啥 生产我就赔钱 原来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富方当生片 它的洋材料 像商期 从一两百块钱一公斤 升到八九百块钱一公斤 但是涨了这个五倍 主要的这个洋材料价 当我们的药品啊 成品的价格 没有上升 所以呢 这个企业啊 就僵持得很困难 所以这些年 咱们看什么镇头片 阿南进呢 土霉素 四环素 那过去觉得 这药又便宜又好使 现在看不到 其实也不是看不到 它换个包装 原来是成品呢 改成一片的 又什么包装上来了 换个名 再包 所以你说这样一来 那种低价 好使的药 越来越少 都变成高价的 有的时候呢 低价的药 比如说是 临床供应不上 那这一类 临床又必须 必须的 不可缺的 那没办法 只能 采购 稍微价格高一点 能够供应的货 像如果 商品恢复到 稍微高一点价格呢 他们厂发又能 组织生产了 那我们这就又能销售了 对顾客来说 中端顾客来说 他们也能买到这个药 当市场竞争充分的时候 当有这个医保体系参与的时候 当可以进入招标 这种市场竞争范畴的时候 你还按照政府定价 和政府指导价管理 这就不够与时俱进了 所以出现了这么多弊端 从目前情况看 这种管理方式 已经有明显不适应的地方 比如说 这种最高零售 现价管理的方式 它不能及时的反映 和引导市场的供求 第二个呢 就是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在功能上是存在重叠的 对拉丁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的作用 越来越弱 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看来 市场价格是必须放开 就像18届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声明 并onde赞 订阅 转发声明 并且转发声明 在前面 如果你再次发声明 的 公众 五个 最高零售价的 那随便定价 那是不是医院会跟药厂合谋啊 咱们把这药价抬高高的 这咱患者就倒了没了 会不会造成药品大面积涨价 我可以给大伙吃个定型碗 不会大面积涨价